一定非得要讲到这个 在这里面 就一定要讲到表单 这个表单其实在设计里面非常的重要 因为将来如果说你希望设计出一些画面 跳出来之后 可以让使用者填入一些资料之后 再做一些后续的处理的话 那就必须用到那个表单的功能 尤其是像EVBOS只能有一个资料 可是如果你有好几个资料 比如说你要取得他的存款金额 甚至是他希望存款的年限之类的 他有一个range 或者是说他的希望利率等等的这些条件 有多个条件的时候 那用表单绝对是比较好的一个选项 那表单要怎么样让他显示 特别注意 这个表单本来会在模组上方应该是没有的 预设值应该是这里面是空的 所以里面这个表单是没有 那要怎么产生 特别注意跟模组很像 你按右键之后的话 这边有个插入里面有个叫什么 自定表单的功能 你会发现这个地方 你要增加表单功能 请你在自定表单里面 插入自定表单 特别重要是在这个上方 专案上方按右键 会有个插入里面的话就有个自定表单 那自定表单它就会跳出 把它按下去 比如说我再增加一个新的表单好了 它就会跳出像这样的画面出来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 希望让使用者填 就是说呢 把这个表单设计出来 我要需要做哪些事情 特别注意 预设值如果说各位在这个下方理论上 应该会有一个叫属性的这个画面出来 如果没有的话 你按右键 直接在这上面按右键会有属性 属性就是呢 这一个比如说我今天表单的外观 外观里面包含哪一些 比如说第一个 这个左上角会有一个这个名称 那这个名称我要怎么更改 比如说呢 各位可以看到 这边会有一个属性叫caption 这个caption指的就是它上面这个名称 那比如说你不希望它叫Usephone2 有点怪怪的 你比如说你把它改一下 名称比如说叫做 就是叫做什么 就是叫计算 存款利率 诸如此类的 你把它改个名称 改个名称 那再来的话呢 其他部分 你看要不要再去做一些些其他的属性修改 那放大缩小 你可以再用空点的方式让它放大缩小 那这个放大缩小将来就是你 这个看到在画面上面的大小 接下来的话呢 你在拖拉的时候 这个地方会产生一个叫工具箱的东西 那这个工具箱里面我们会用到三个功能 一个是A,这个是标签 那再来是一个这个A 这个是textbox 就是可以让使用者输入的地方 再来一个什么呢 一个按钮,一个button 所以主要会有1,2,3,这三个 那逐一的我们来使用它 比如说第一个 我们在label上面把它点开来 然后